两个人一起站到赛场上 我们都会给对方足够的信任 和足够的支持 我觉得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这点很关键 我们都知道彼此想要什么 哪怕是有了伤病也不会停下 也要去继续地往前去拼 真正站到赛场上那一刻 绝对不是简单的 作为一个战士一样 即使腹背受敌 也要拼尽全力去打倒对手 为国争光 2019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 隋文静 韩聪 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技巧 以完美的发挥 摘得双人花样滑冰金牌 同年又获得职业生涯 第四个四大洲锦标赛冠军 时间回溯到2016年 隋文静因伤病被推入手术室 进行了脚踝腹胃的手术 之后便是漫长的康复 那是一段黯淡的时光 隋文静看不到未来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赛场 在隋文静康复住院的同时 韩聪也没有耽误训练 原本有两人搭档训练的任务 他现在只能一人独自完成 他肯定会回来啊 因为我要我不能够被落下 所以说我要有这段时间 把我的不足给他弥补上来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训练当中 都可以看出他的花心表演啊 是很不错的 所以那段时间 我就是做了一个自我的一个 加强运行训练 2016年冰上盛典 韩聪推着隋文静 在冰上滑行 2016年底 隋文静 韩聪 重返赛场 也正是从这个赛季 很多人认识了隋文静 韩聪 2017年四大洲锦标赛 则是他们的复出之战 短节目 他们完美发挥 拿到八百万 2018年平昌冬奥会 隋文静 韩聪 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赛场 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 隋文静 韩聪 在异国他乡 用一枚银牌 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带着遗憾的完美 这是同见 对他们的评价 今天的成组 我们可能没有在大年三十做得非常好 但是无怨无悔 我觉得这也是下一个努力的方向 对 所以继续做好自己 为了自己的梦想 为了祖国的梦想 一场兵 一首曲 一段花样年华 平昌周期这四年 隋文静 韩聪有收获 有突破 有遗憾 新的奥运周期 隋文静 韩聪 依然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 而他们的目标 已不仅是夺冠 而是滑出自我 成为这个时代双人滑的标杆 一年后的北京 更加值得期待